汪小菲的妈妈张兰最近炮火十分猛烈 每天边卖货边消费大S一家 一整个行径是让人看了超级傻眼 而张兰近日直播时又再度提到大S家巨额电费一事 她之后就是因为许家人都把电接到大S家 才导致电费高涨又通通算到汪小菲头上 之后又戴绿帽入境表示 女孩子喜欢可以自己戴 千万别给别人戴 疑似在暗示大S给汪小菲戴绿帽 跟爆料让她最心寒的是 自己只是因为太想家人想跟他们视讯 就收到S家发来的两封律师函 对此一屏新闻网求证S妈 S妈无奈否认说 我们不会不让她视讯看家人 她有手机爱怎么打就怎么打 她这样一直抹黑污蔑我们 一直来捣乱河里吗 网友也都看不下去直轰张兰 为了流量没有底线 是卖酸辣粉卖到风魔了吗 有病就要去看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